最近全球需求不振 一季度国际油价持续大跌 导致很多原油的多头们觉得油价跌得差不多了 纷纷跑去接飞盘 可随着欧佩克意外宣布与俄罗斯的减厂谈判谈奔 沙特将大幅的增长国际油价一口气跌了30% 一天之间无数多头亏的是倾家弹场 连最佳保证金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油价的历史性暴跌面前 全球股市更是一波全线下跌 很多加杠杆的股民也纷纷地欲哭无泪 在我看来这一股轮双沙的烈度之高 动作之快很显然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国际政治问题 而答案就是藏在全球的一系列政治新闻当中 就在第八次欧佩克部长级的会议谈判 宣告破裂的当天 沙特国内低调地爆发了一场玄武门之变 正在准备从父亲沙勒曼手中 接过权力的小沙勒曼 就在拉着欧佩克的中东王爷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秘密逮捕了几位反对沙勒曼家族的沙特实权王爷 不要觉得这是个小事 埃哈曼德是沙特最有权势 威望最高的亲王 而且他也是国王沙勒曼之外 舒德里七兄弟中最后的一名王爷 拥有着沙特王位天然的继承权 至于前王储纳一夫更不用说了 不仅是沙特第三代中权力最大的王子 也是最亲美的一位 长期掌握着沙特情报机构的他 跟美国中情局和五角大楼都施交圣密 所以沙勒曼复制将这两个沙特最有权势 国际关系也最强劲的王爷们拿下 意味着这对复制的王位传承机制将彻底的确定 沙特未来将进入沙勒曼王朝 毕竟一方面沙特的国内还有五千多个王爷盯着 另一方面还拿下了那些西方培养多年的代理人 青团全球最富裕的石油资产这么大的事 必然要事先的跟安理会的五常事先通缉 还需征得特朗普和普京两位地缘大佬的支持 首先可以确定额度是欧佩克第八次部战级会议 沙特绝不敢跟普京故意谈奔 而关于石油减产 无论普京提出什么要求 萨勒曼家族都会无条件的接受 这一轮谈奔的只可能是普京的意愿 而普京的确是有谈奔的理由的 刚刚炒掉了梅德·维杰夫的他 马上就要迎来休闲 面对国内的各股力量 在今年一季度 普京必然也会在全球做出侵略性的强势 所以在欧佩克减场方面 普京也需要非常强势 搞出来全球的产油国都需要贵求俄罗斯的舆论环境 尤其是油价还能够打击美国的资本市场 民主自豪感能够帮助普京 压住国内经济不仅弃的怨恨 当然除了普京之外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也是一次不错的交易 今年进入了大选年 德克萨斯和弗洛利达 以及新墨西科等石油和业业油大洲 这些2018年中期选举的摇摆州 将是今年决定美国总统归属最关键的地区 在选举前遏制高油价 这些州的经济必然要受到冲击 沙特和俄罗斯给特朗普提供了 一个非常好的 不愿他出面就能够打压油价的机会 确实跟油价跌得差不多了 美国的石油巨头们都来到他的海湖庄园拜码头之后 他只要出马给沙登打个电话 迫使沙特向俄罗斯妥协 展现自己交易的艺术 那么一石恩鸟的结局也就实现了 特朗普赢得了国内石油集团的支持 普京休闲期间压了美国沙特 为俄罗斯的石油份额争取到了成功 中英法德律买的沙特油 获得了7美元的一次性折扣 可以说全球的劣强们都在这一轮的交易当中 全部都利益均沾了 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萨勒曼家族 这获得了全球列强的一致辈出 所以别看金融分析师们对全球油价一顿分析 但至少按理会五常这个级别 都是知道了这是沙特和俄罗斯之间不可能达成协议 维也纳联盟也会意外的谈奔 沙特将会增长的底牌 各股力量知道了底牌之后 自然也可以在全球期货和证券市场 事先的放高杠杆的空单 对冲各自油价下跌造成的损失 导致一时之间 全球遍布到处都是国家队级别的大空投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协议破裂公布之前 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石油的空单规模 看看能不能着战这个判断 而如果上面的判断正确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全球资产走势 只要看特朗普和普京可是发布信号了 但是这两天美股宽跌 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聊美股 可是有些人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下美股如何的继续跌下去 会发生像2008年那样的事 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话题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是因为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了 每次其实都大同小异 所以讲起来也并不难 复杂是因为讲清细节性的东西非常难 有点像水奔 每次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每次又都不大一样 而且很难够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时候结束 第一 如果股市崩了 钱都跑哪去了 我们经常的在电视上听说 美国暴跌蒸发上万亿 这里就有不少小伙伴想不明白 好好的钱没了 肯定是被人赚了呀 那到底谁赚了 其实不是 有一部分是真的被人赚了 大部分蒸发的钱真没了 估值从虚空中来 回到虚空里去了 所以美股如果暴跌 并不是真的钱没了 有些钱本来就没存在过 就跟你们小区房价的估值是一样的 美股占了近十年 市值盘占了那么多 并不是真的往里面筛了那么多钱 二 暴跌有什么影响 今年美股果然出现暴跌 多少跟高杠杆有关 这种高位情况下 稍微有点风吹炒动 容易引发大逃兵 这次疫情就是那根草 所以这次暴跌不是黑天鹅 而是灰犀牛 天天在那里溜达 却没有人注意到 或者选择性的注意不到 借钱太多 会导致还不上这事 大家都可以忽略了 如果股市一直涨 大家账户上的资产一直在涨 大家都有种心心向龙的感觉 吃喝玩乐买买买 大家都用意消费 你的消费就是别人的收入 别人也跟着收入增加 你花的多 别人赚的也多 整个社会的经济 也会跟着进入一轮繁荣 如果股市下跌 那些高位接盘的人会很惨 其他人账户上的钱也在缩水 财富缩水 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你想想 账户上只剩下了个位数 是什么心态 这种心态的变化 会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个整个社会都会被拖下水 甚至会蔓延到大宗商品 比如原油什么的 大家都觉得 将来绿子不会好过都皆一说是 当然了 这次原油暴跌不只是这个原因 还跟杀俄罗斯的恩怨有关 这种悲观情绪会蔓延 美股是世界股市的龙头 美股是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股的疲乱会延至其他的国家 其他国家也会觉得有风险 陷入恐慌性的抛售 三 如果发生了暴跌 我们该怎么做 一般美国发生股灾 基本不用怀疑 会把全世界拖下水 美国人的痛苦 从来都会让全世界人民一起来承担 到时候 麻烦会蔓延到全世界 全世界其他国家跟着它倒霉 为了应对危机 美国人会浪发货币 美元的信用越来越差 但是 全世界其他国家被他们搞得一团兆 美国要祸水输出 咱们不一定能够给它招到 2008年都没事 现在相对来说 策略要多得多 现在还不确认美股是否要一直跌下去 各个机构也都在猜 一些大型的机构猜测是还要跌 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每次暴跌 总有个霸王回马枪 如果美股继续暴跌 大概率对于全球是一致浩劫 不过很扎心 也很暖心的一件事 越来越艰难的时候 在大家都恐慌和折望的时候 有人完成了逆势向上 困难对于他们来说 反而是机会 也正印证了之前反护说的那句话 不管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最终你都是对的 如果美股这样跌下去 肯定会把全世界脱下水 准备好充足的现金流 防范与未来 睁大眼睛 如果发生危机 也别太矫情 每次危机都是大部分人倒霉 一部分人的机遇 比如能够捡到十年难得一件的便宜之产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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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不见了 我不过去 保险你 表面这样 表面咱们 你 含不散开 我